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呀 我们一起来拼拼看吧 这不就是一条路吗 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们去走一走就知道了 看看准备好 我们出发喽 哇 路边的景色好美呀 有绿绿的高山 还有蓝蓝的大海 这就是墨尔本西部的大洋路了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要不了多久就能到墨尔本了 你看 前面就是了 哇 我看到了 这座城市好漂亮呀 墨尔本是一座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海滨城市 它是澳大利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墨尔本气候温和 曾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一具城市呢 咦 这里有好多尖尖的房子啊 那些是教堂的尖顶 在墨尔本市内有好多维多利亚时期的教堂 都是一百多年前建成的 正是因为这些建筑 墨尔本还被誉为南半球的教堂之城呢 你看 这座就是主要由青石砌成的 圣派驱克大教堂 它是南半球最大最高的天主教堂 还有这座圣保罗大教堂 也是墨尔本著名的建筑物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诶 这座教堂的模样好特别呀 正门上面还有圆圆的时钟呢 哈哈哈哈 它可不是教堂哦 它是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 弗林德街火车站 这个车站是墨尔本重要的交通枢纽 而且附近还有繁华的商业中心 幽静的咖啡馆 以及藏在高楼大厦之间的皇家植物园呢 因此 弗林德街火车站成了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 很多当地人都会选择在车站的园中下 越见亲朋好友呢 哇 那我们也从这里出发 好好游览一下墨尔本吧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出发 诶 火车怎么跑到大街上面来了 哈哈 这个不是火车 它是油轨电车啦 墨尔本油轨电车的线路 就像一张大网一样 覆盖了墨尔本的各个角落 不管是去维多利亚女皇市场购物 还是去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参观 都可以乘坐油轨电车 安全 环保 又方便 有些线路的电车还是免费的呢 来这里的游客 大多会坐上油轨电车 去欣赏墨尔本的美丽景色呢 这些电车像穿着不一样的衣服似的 五颜六色 真是太好看了 五颜六色的不光是电车哦 你看这片海滩 是不是也一样漂亮呀 哇 这里的小房子好像彩虹一样呀 这里就是布莱顿海滩 可以说是墨尔本最梦幻的一片海滩了 海滩上那些用来更衣和存放私人物品的小木屋 被热爱生活和艺术的墨尔本人 画上了各种可爱的图案 涂上了各种鲜艳的颜色 海边的景色也非常漂亮 坠落的时候 在这里散步 就像是来到了童话世界一样 诸葛龙 我们在这里多玩一会儿吧 时空机快要没有能量了 我们要尽快返程了 看看 这次的旅程记忆整理好了 你看 哦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去的墨尔本 它位于澳大利亚南部 是一座海边城市 市区里面有好多教堂 所以这里也被人们称为南半球的教堂之城 来到这里可以和朋友们相约 在弗林德街火车站门前 然后一起坐上五颜六色的油轨电车 欣赏墨尔本的美丽景色 再不来顿海滩 我们可以在彩虹小屋前合影 还可以一起在海边散步 能在这样的城市生活 可真是幸福呢 下一天我们要去的是悉尼 它曾经被誉为全球最美的城市哦 哇 好想马上就去看看呀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吧 集园 之所以 还挺对 就是 感谢观看